绿色和平 而且我们出的很多报告 跟调查结果 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也看得到 在中国开展气货变化相关的工作 现在是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时刻 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 因为中国正处在 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刻 高丛领导已经把低碳经济 作为他们要发展的重要议题 我到绿色和平工作 还不到一个月 就派我去青南高原 参加了朱姆朗玛峰的 也是在那儿亲眼看到 气候变化带来的冰春消融 这些直接的证据 从那个时候起我也坚信 气候变化是我们面临的 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我现在的工作 就是要把这些真实的证据 带到决策者们面前 更加要确保他们采取 切切实实的行动 改变中国能源结构 减少碳排放 我们要行动 不要空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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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